這個新冠疫情的影響 到了現在已經有三年了 每一個人都會受到很深入的影響 如果你沒有新冠的症狀 或者受到感染的話 你身邊的人一定會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全世界這麼大的pandemic 是一個人類性的東西 如果我在這裡告訴你 我們是要做了什麼實驗 做了什麼研究 有什麼新的開發 有很多人都會說 你可能吹牛了 所以我就想用我自己 過去這8個月的經歷 以及用我們自己的科技 來開發一些天然的產品 是用中藥做基本的 希望能夠幫助到這個新冠疫情的症狀 到目前為止大概有6億5千萬的人受到感染 在這個世界上是歷史上從來沒見過的 而且好不幸運有660萬的人過了生 所以我們以為這樣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悲劇 其實受到感染的人 在後面的所謂後遺症叫做長生冠 這個長生冠是影響很多人的 先講美國 他們有70%的人受到感染 其他有4分1人的症狀是超過3個月的 還有有1600萬人可以上班 但是他沒辦法上班 所以失去了的工資是超過1,000多億 有些甚至會講到2,000多億 所以對經濟的影響亦是非常大 在加拿大雖然我們只有3,800萬人 但是我們受的感染亦不少 如果是從比例來講我們是低於美國很多 我們大概有450萬人受到感染 有15%的人他們有長生冠症狀在 我們的症狀與其他國家相比是比較嚴重 長生冠病人大概有一半 他們的症狀會超過一年 還有在這部份的人大概有20% 會影響到他日常生活 這是很大的麻煩 他們沒辦法可以保持到自己一個正常的生活 還有影響到他不單止心情不好 還有這些其他症狀影響到他非常不舒服 在香港根據南華早報的報道 就說大概有200萬人有長生冠這個症狀 他們做其他一個survey的時候 也都發覺有19歲以下的被訪者 有80%的人都有長生冠這個症狀出現 最普通的症狀是甚麼呢 第一個shortness of breath 呼吸系統有問題 其實如果我被人推到地上 就調氣不順了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二個是咳嗽 有時有痰,有時沒有痰 第三個就是疲了,覺得個人很疲 疲都不單止了,有個老母 其他這個症狀有脫頭髮 所以一看起來這些症狀 我們已經被疫情搞得那麼慘 染到長生冠這個時候 就會搞到更加身體不舒服 很難會覺得可以維持到一個正常的心態 這真是一個很辛苦的事 很不幸運呢 我四月的時候,我就中了招 中了招之後,我就有長生冠的症狀 雖然我就不要說調氣不順 但是我就有咳嗽 我還有這個老母,逢是每日到下午三點到夜晚八點的時候 就無辦法可以做到事,是很辛苦 還有腦子這裏都漲得很厲害 你現在看下全世界的統計 這個啟發到我們怎樣可以用我們的科技來開發一隻健康產品 可以幫到長生冠的症狀,可以將它減輕 你說醫不醫得好,我們不知道 大概看起來,感覺疲勞的人大概有百分之七十 咳嗽的百分之四十 有老母的有百分之三十,全部你覺得很累 也有百分之三十的情況出現 我們看這個長生冠的症狀,我們又問一個問題 長生冠和新冠的分別在哪裏呢 現在我們先看下統計的數字 它統計的數字是嚴正和免疫的功能 大概有百分之八十二的病人 在血液可以看得到它有那些marker 即是說這是一個很高很高的指數 它亦暗示給你聽,如果你要治療這件事 一定要針對這個所謂叫做靶點 第二個,這個對我最感興趣的 就是在這些病人裏面有百分之七十 會看到有很少量的病毒在身體裏面 全身分佈了 還有這個我沒有寫在這裏的 就是他們看到病人是沒有長生冠的症狀的話 它身體裏面是沒有病毒的 這個對我來說是很深刻的 當然另一個是因為病毒弄到身體的反應 反應得很麻煩 其他以前在隱藏的病毒 現在都可以翻出來影響到你 還有這個就是microclutch 即是很輕微的在血液營結了 因為你那麽細的粒狀在循環系統走來走去的話 它就會引起很多不同的症狀 由大腦到呼吸到尿道那些都有問題 因為這個Ace2的受體是全身體分佈的 這個Ace2的受體為何這麽重要呢 就是因為這個病毒會經過Ace2的受體入細胞 傷害細胞和殺細胞 所以影響到這個疫情的嚴重性 就是由這裏開始的 這就是一個圖顯示到 譬如心臟、肺、腦、腸、腎、腎臟那些地方 全部都影響得到的 最好就是生殖器官它就沒什麽作用在那裏 你能看得到的那些病毒 頭頭我們聽上來可能都是只有肺 就影響肺 其實不單止肺腸很多 腦也都有 腎臟也都有 即是說它影響到那麽多不同的器官 你記得剛才那張圖 哪個器官有Ace2受體的話 它有本事入去傷害那個器官 即是說你全身都會受到影響 這一個是非常重要 可以想得到為何現在我們會這麽累 如果靈了東西之後 現在不單止是沒有藥醫 個個都想找一隻新藥 但它長身冠的起因都還未決定到 現在它在這個文獻上可以看得到的 只有四個hypothesis 即是四個假定 第一個當然有病毒 第二個有炎症 第三個就說它的炎症 它的免疫系統因為你有生冠的時候 有一個cylokine storm 那個情況還未過去的 仍然保留住在那裏 這個叫做autoimmune system的問題 如果你看起來這些是否個別的症狀 我們可以發展一種藥隔離了這個病毒 你就會好了 其實它們不知道是否這是個別 或者它們自己是互相相連的作用 沒有人知道的 但我做了一個比較大膽的假設 就是剛才我講的就是有長身冠症狀的病人 百分之七十還有少少病毒在身體 沒有症狀的人是沒有病毒的 我亦都聯想到如果你沒有症狀 就沒有病毒很有理由 你有病毒你當然會發炎 有病毒有病毒有病毒 所以你也會有microclact 它也會影響到不同的器官 我就以那個為主 在紐約一個很著名的醫生叫David Lee 他說新冠和長身冠是很相似的 不是一樣是很相似的 你看也看得到它的症狀 也有很多重複的地方不是一樣 我試一下 所以我們那時候已經開始在看 我們可不可以用我們的科技平台技術 現在我們加了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可以找到在草藥裡面找到有效成分 可以deal with 長身冠的症狀 我們開發的方法就有兩個stage 第一個stage只是用computation 即是用電腦數據搜集 譬如中藥的化學、淘寶、disease network 以及其他生物的數據 所有的臨床數據一起炒出來 看看我們會找得到那些有效成分 在這個設立了的長身冠的網絡裡面 很多不同的把點 我們的看法英文叫Systems Biology 或者Systems Pharmacology 中文叫系統生物學或者系統藥學 我們相信如果要治一個疾病的話 你一定要對很多不同的有用的把點 將它打低 病就會容易比較好 以及對身體損傷也會低 這個觀念和中藥的觀念是非常相似的 如果我們要將中藥現代化 我覺得我們可以用這一套入手的方法 去解釋我們中藥為何會有作用 有一個好的地方就是我們可以用這個入手的方法 不是要搞十幾年 八個禮拜我就可以找到出來 找到出來的有效成分不代表它是真的有用的 這個圖譜是一個簡單的 可以告訴我們我們入手的方法 用了幾個不同的流程 即Stage 1裡面有三個Phases 對最終過濾到有一組的有效成分和他們的基利 做了這個出來之後我們跟其他人工智能的技術有一個不同的分別 兩個不同的分別 第一個我們不是找一個單一的藥物 我們是找一組的藥物 第二個我們找到出來之後 我們要證明那些藥物真是有效 我們才拿去做製製或者做臨床 現在這個就是我一個schematic的入手方法 就是我們怎樣去找這些有效成分 這個網絡是為了新冠而設的 你在左邊可以看到它是凝結 在右邊可以看到它是炎症 中間可以看到它是Cytokin storm 中間可以看到它是抗病毒的 這是幾個入手的方法 在頂部看到它不同的有效成分 我們找得到大概有4、5個在裡面 它在不同的渠道都有它的作用 即是說拿到出來之後 我們可以想這些有效成分 那些數據的質素去到哪裡呢 我們很幸運有些是有臨床的 所以我們大膽將一個產品 一個prototype做得出來 這個prototype因為我們這樣的入手方法 這個產品做得出來 它可以防止你累 給你多些能量 就可以減低這個clutting 以及對你免疫系統會有調節的作用 減低炎症 最後就可以將病毒去除 就講到這裡就分享了我自己的感受 以及我們公司用我們的科技 是怎樣用入手方法做這個產品出來的 多謝各位 謝謝大家